第二章 静坐的原理 第一節 静坐的意義 地球一刻 不會再那裡轉動 我們人類在地球上邊 比螞蟻還少得多 跟著地球去凍 自己一點都不知道 但自己無時無刻 又就自有行凍 即使睡眠時 心臟的跳動 又絕不能停止 這樣說來 宇宙間都是一種動力 那裡有靜的時候 所以靜與動 不過相對的明清 我們自己真心有動作 與地球的動力相反 這就叫作動 我們自己沒有動作 與地球的動力適應 這就叫作靜 人滿在勞動以後 必須介意休息 例如廠中勞動的工人 勞動多少時間 必有休息時間 在學校勞動 努力的教師 教學五十分鐘 又必休息十分鐘 這休息就是靜 不過 這中的靜不是身心一致的 有時身體雖然休息 心中合在胡思練想 所以不能收到靜止的真正考驗 第二節 身心都矛盾 人滿有身與心兩方面 不去反省 也就罷了 又一反省 那摩身與心 沒有一刻 不在矛盾中間 例如作一件壞事 不論是好人是壞人 在沒有作的時候 他們的良心第一念 總知道這事是不應該作的 現身體不服從 良心為慾望所迫白 就去作了 作後追悔 日來不及了 這就是身心的矛盾 古人說 天理如人欲膠戰 有時比較好的人 就沒有作的時候 把良心去制止人欲 就是良心戰勝人欲 又就是矛盾的條和 這矛盾究竟從哪而來的呢 因為宇宙的事事默默 會有一件不是相對的 既然相對 就必定相反 舉眼望空間 就有東西 南北 大小 高低 長短 方圓 等等 追悍時間 就有古今 去樂 就夜 寒暑 等等 追悍人士 就有苦樂 喜怒 愛憎 是非 善惡 邪精 等等 可見我們所處的內外環境 一舉一動 沒有一處不是相對的 也就沒有一點不是矛盾的 矛盾的事 對待異憂 也就能相反而成 所以 數有修養的人 身心清淨 會有一點思意夾在裏面 碰到矛盾 就能夠憑良心的指導 去把他條和 這是正座最初步的效益 而 很多人 早收來做什麼 又會活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